继续带大家看看这个商业地产的其他部门 这些已经卖了吗 还是还存在吗 我认为全部卖了 所以你必须建设这一层 然后这一层 在一旁边 好 多少建设 我会有13层 13层 所以现在几个都准备了 4 这两层都在这两层卖了 然后我会建设两个建设 但这些都卖了 好 咱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一号楼 这一号楼顾名思义是最先完工的 你看那就是医生的办公室 待会咱们进去看 能不能进去拍一下 这个一号楼 注意看它就四个单位 咱们这个 我这个小楼呢 只有五个单位 所以它一共是13个楼 但是呢 有的是四个单位 都是五个单位 这个就是四个 一二三四 这是一个医生买的办公室 然后我想跟你讲 它这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是把两个单位打通 称一个 看见没有多大 就是这边是 感觉是开药的柜台 在这 然后它是 其实两个单位 就是你如果买这种的 UNA 你可以说 我需要面积大于1225尺 你可以把它打通 就在开始 你买的时候 跟花好兔打通 这个医生 他就买两个 就给连起来了 咱看里面长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诊室房间 比如说家庭医生 是吧 就是洗手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是医生的另外一个 你看它也是两间打通了 其实说实话 所以医生六十多万 买这么一个 一个三十二 六十多万买这么办公室 很值啊 就不用交租了嘛 自己用 这边还有人在干活 Hello 所以你说有医生这个在的话 就是感觉这个 Plaza档次还是不错的 有两家医生 现在哈 目前为止 你看医生这个 吊顶三个灯 本来是一边是一个 它切开 它合并以后 又多了一个 就很气派 它可以以后 自己换漂亮的灯 就很好看 我想带大家 看一下这个204 204也是我的一个客人买的 然后给你们看下 这个区别 就是记得我说 我的那个房间 还有一个升级 就是把这边打开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 它这边是封闭起来 跟刚对比 记得刚刚是 都双开门 就觉得这个空间很大 但这个呢 也有一个优点 就这个房间 就等于多了一个 完全很有隐私性的房间 刚刚打开的是玻璃门 就你一进门 看到你 这个空间就可能 感觉更大一些 但是可能从感官上 就没有那个那么的敞亮 这是一个标配 我们现在去看看 带你去看看那个 end unit 就end unit在揭晓 窗户多的是长什么 我再带你们看一个end unit 这个呢 就是跟我在一个楼里的 然后也是个医生买的 咱们来看它的长什么样 end unit一般比中间的贵一些 因为end unit窗户多 就是光线采光会更好一些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地板也好看 我不喜欢那个 刚刚那个医生那种棕地板 我喜欢那种浅灰 看着比较的漂亮年轻 ok 这也是个医生 你看记得刚才我们看这间的时候 一进来的一号房间 是没有那个窗户的对吧 只有一个窗户 但是多了一个窗户 因为它是街角 多了一个窗户 给它数着哈 二号房间 又多了一个窗户 刚才你记得是完全封闭的 多了第二号窗户 然后三号房间 这又多了一个窗户 刚刚咱们的三号房间 只有这个窗户 现在又多了一个 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 毕竟街角 你多了三个窗户 当然了 这个东西就属于有人爱 有人恨 爱呢 就光线更好 是吧 更开阔 恨的有人就觉得 那可能治安不好 被敲玻璃 会很晒很热 所以各有喜好 但是corner是比较贵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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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